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ix美食财经快讯 GoMix一战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3月18号 星期四 我是JK 那么昨天呢 美股上演了继续微型反转 美国市场一路高跟猛进 继续创出近期新高 尤其是道英斯指数 以波音航空为首的 这些基础军工类板块 或者是基础设施建设类的板块 以及民生类 或者是线下实际经济类的股票 继续再创新高 那么此前回调幅度较高的科技股 昨天也是在纳斯达克 主板块代理下 开始了一个小型的微型反转 今天开盘以来 澳洲股市和中国股市 依旧是高开低走的形态 澳洲股市目前明显 后备的资金补充的能力不够 大家看到的上涨比较乏力 基本上大盘维持在 6700点上下震荡 而Tina50也是上攻华力 目前是冲高回落 Tina50是高开低走目前的一个态势 那么过去两天的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了美国方面和澳联储 先后发表了讲话 美联储的讲话在昨晚继续 向美国市场投入足够的流动性和市场信心 那么表达的内容的主要是 未来加息预期是在2023年之前 不会考虑加息 但是点阵图出现了一点意外 就是四位联储主席是预计2022年 就将会考虑未来加息的可能性 这一点会对国债市场具产生影响 而澳洲这边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公布的澳洲失业率数据非常好 那么失业率只有5.8% 远超市场此前预期 因此澳元汇率大幅上涨 从0.77直接是冲到0.78上方 也预示着未来澳洲经济的复苏是跑在其他发达国家前面 那么澳洲的金融市场也会获得更多的资本青睐 尤其是国际资本可能会趁机进入澳洲市场 那么在未来一些此前被低估的一些低估值股票 或者是此前大家不是那么看好的 但是未来发展比较稳定的澳洲本土的垄断行业 能够产生稳定先进流分红的将在未来可能会表现更好一些 那么昨天我们也提到了黄金价格可能会在短期时间出现一小波的上涨 那么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黄金价格是冲到了1750美金以上 继续验证了我们此前的猜测 黄金价格本身的价格走势在近期 反映的程度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充足率 那么目前美联储也好 二联储也好 继续告诉大家要明确的表态 就是未来我们不会进行资本市场的现金回购 也就是说中小企业和新兴的这些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工作 那么依旧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再加上对于中小这个我们叫消费者 那么大家能够从政府里手里拿来的现金 依旧会持续下去 一直保持在今年年中 所以说在最近几个月 资本市场充足率依旧是足够的 黄金价格有可能会在短期继续起稳上涨 那么在此前我们给到的黄金价格预测中 也是在今年底可能会上涨到1850美金上方 因为从中长期来讲的话 黄金价格依旧是跟通胀预期是密切相关 以及跟美元的印钞总除量或者是印钞的总的比率 也是呈现一个正相关 那么唯一能够影响黄金短期价格或者长期价格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在于债券市场对于市场的总量资金的吸收程度 我们知道股市也好 黄金也好 房地产市场也好 那么大家手里的钱总量是有限的 所以说如果一个市场大家更看好 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吸引的流动性资金可能就会更多 因为毕竟资本是逐利的 所以说短期来讲的话 黄金价格的交易依旧是能够顺势而为 那么各股方面大家也相对注意到澳洲此前 可以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的一些能有本土垄断行业 龙头企业 那么这些公司将会在未来可能会有较大的改观 因为一旦海外资本进入澳洲 那么这些公司的估值会相应提升20%到30%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进行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欢迎和我们屏幕下方的微信小助手取得联系 获取更多的资讯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